来,看一把陈老板的梦之女巫 打的是怪咖,魅克,大龙,君少天 这配置堪比一支职业队 上来第一个人祭司 带的是放狗,这个点位放狗祭司还行,挺香的 搬了一手,应该是搬了一个佣兵吧 我觉得应该搬了一个佣兵 这边一个信头一放,盖尔的东西还挺多的 他这里是选择拉过来来追 这个套路还是小城惯用的 就是拿两个别人的信徒 或者拿一个原生再拿个别人的信徒 来尝试追这边的先知 但是祭司已经把人带走了 这边选择放狗 魅克这边要进医院了 咬没咬住 这边再补一口 但是单信徒原生信徒 来追一个先知并不好追 这个先知对吧 你打他一刀 或者说这个鸟消了 这个狗应该是起不了太大作用 那就是还是一个满血的先知 依然是个满血的先知 单追的话容易让这边的先知吸鸟 他再补一只狗呢 本体狗咬上了 效果也就这样了 最多打一刀 这波节奏没拉住 他本来应该的想法是想要就是通过祭司的那个祭生 先开一刀 然后放狗来把这先知给拿了 这样的话呢更赚 还能再补一个信徒给到这边的先知 但是没想到这边祭司拉的这么快直接拉走了 完全不给任何机会 那么这第一波的一个双方的一个较量下来以后 基本上就是 穷人者能够 占据一定的优势啊 甚至穷人者已经是占据了一个宝瓶之势了 因为女巫这边的第一波抓人节奏是已经被断了 而且断了很久 大龙这边对吧 接受电击已经修开了 那就是在这边可以干溜了呀 持一刀寄生刀 第二只狗 补上 小神这边赶紧想要追节奏 能不能把这节奏追起来 狗子 咬住 那边的原生线都是定点不动的 拉过去距离上面还有一点点 大龙这边还有两块板子可以卡 看龙漂亮这里好像要倒了 应该这次硬直 倒地 还行 还行啊 娃娃在外面 机械师本体一台电击弯 因为前期没有人受伤嘛 先知也没受伤 季四也没受伤 机械师修得飞快的 他在电击量嘛 对于那个女巫来说压力太大了 妹克这边修58% 前锋这边73% 祭司这边准备来救人 守住一台 小神的守电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但是我觉得由于这波节奏太差了 或者求人的节奏太好了 应该是很难能翻盘的 我觉得他最多宝瓶 我觉得小神最多宝瓶 这里就要看他的这个 机械师救下来以后 赶紧把那个信徒拉走 往那个踢墙走 往踢墙走 对往踢墙走 然后把那个手 手那个电击的信徒给带过去 但是我估计小神可能会把原神拉过去 来守妹克现在这台电击 他要守的 因为这是最后台电击 不过这里三个人 如果可以的话 祭司强修 吃一刀倒 看看行不行 要不然前锋外面也行 这样的话拉吧 不要倒的话就是外面拉 外面拉呢 因为机械师只有一个单信徒 能牵起他 前锋这边满血 是可以保一手的 这边禁私要倒 这边拿原神手 这台电击 你手都电击 你这个机械师可能要没 管不住啊 前锋在旁边干扰的 两信徒来不及补 只能是选择这边 对是放掉这个机械师 那前锋可以帮忙 把这个信徒给消了 或者就在这里卡着 等级也是焦字摸 也行 这里这样一轮的话 就等于说 哎 坐 焦字摸 拉走 刚想说啊 如果这样卡着 对于穷者来说 是不是很利 不太利的 因为 卡着的时间 是一个祭司的屁股的时间 祭司有可能会被压过半的 因为先知救不了人嘛 前锋在这边卡着是不行的 这边再拉球 漂亮一波闪现 没有能被卡哥 这边应该是被卡哥预判到了 卡哥这边想想你可能会打个闪现 然后来进行一个两性毒防守 打一刀 救下来 祭司赶紧走 这祭司好像想抢点电击啊 抢点电击不行吧 这电击点不开的呀 这能点开20秒 89还差10% 这个祭司二挂 他应该这么想的 待会再来救一波 机械师有搏命 这样的话电击就能亮 这边是 没管 没管这个 祭司 然后让这边的电击点开了 那这把没了 刚才把祭司挂上 估计是安排机械师再来救一波 因为祭司这么快的冲出去 他手上应该是有搏命的 然后祭司再救一波以后呢 这个搏命就可以 够把这个电击强行点开了 因为知道小城把底牌交了吗 他你不可能切市场了 你一旦不可能切市场 我这边抢点电击 就是可以把电击点开的 然后再打的话 还是求生者的一个宝平真胜局 祭司这边应该能走了 没有闪现的话 祭司能走了 已经把门点开了 前锋 前锋这个球不太够 但是前锋这边应该更多的是一个牵扯压制 要补一个线图给前锋 先知这边得挂 得挂的话只能用原生挂 然后前锋那边还有一小段球 躲掉闪现就行了 58秒的闪现 应该是拦不住了 这把还是前期的一个抉择吧 前期那个抉择就是抓先知 如果抓到了就血赚 抓不到嘛就血亏 这里前锋有一个翻版加速 这边41秒有闪现 闪现好的时候 这一个 挽留还没结束 闪现好的时候挽留还没结束 看喀哥了 这里两星图包过来了 这个喀哥得走 还不好说 两星图包过来有机会 喀哥这边被拦住了 有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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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球 穿兜 没成功 赶紧摸 祭司 祭司洞是打出来了 这信徒放里面吧 这信徒放里面 然后原生带过来 我去 这要翻盘吗 我天哪 这信徒放里面 这 这信徒放里面 不能算我毒奶吧